车子缓缓行驶进美国西南部地区 随着越来越广阔的视野 思绪也跟着漂浮了起来 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和沙漠 请安静地用心聆听 远山大地都在诉说着什么 也许你能找到很多事情的答案与意义 大峡谷的巡伪画卷 马蹄湾的自然杰作 布莱斯国家公园的骑士林里 和西安国家公园的壮丽威娥 都将出现在接下来的自然探索之旅中 行程第五天 我们来到了胡佛水坝 1935年完工至今 这里是美国最大的水坝 被誉为沙漠之钻 大坝蓄水后形成的米德湖 也是美国最大的人工湖 用于控制洪水 满足灌溉和水电需求 远远地看到那座桥 想着应该是看全景的地方 没想到来到桥上后 眼前的景观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惊喜 流金大坝的便是克罗拉多河 这条河是亚利桑那州与内达华州的边界 而胡佛水坝就是位于两周边界上 这里呢 就是胡佛大坝 桥的对头是阿里托马 桥的对头是米巴达 看着绵延不尽的山谷中 静静地流淌着 这条流经了大半个美国的河流 因为大坝的阻拦 而形成的水位巨大落差 不禁让人深思 在人类利用自然力量造福自己的同时 是不是也应该尽到保护自然的本分 而接下来我们将要去的大峡谷和马蹄湾 都是这条河的上游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